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大以后想起来还有点害怕 我说OK 各自回家 找爸妈别废话 你帅了我 好不容易再次单身 我的爱情再次拥有无限可能 一切都变得太快 接受不来 我有一个哭笑眼是我我明星吧 好不容易再次单身 我的爱情再次拥有无限可能 那么的迷信刻骨 它到来不再过问 它到来变成一对不认识的陌生人 我来的 哦呼 耶 你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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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还在胜我的琴 我现在没空胜你的琴 之下不见了 我要去找她 你刚在和谁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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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不会再让你出意外了 你确定要做计料了 是因为锦之下 对 这个 我很好奇 锦之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孩 能让你去选择一条 只有百分之五十成功几率的路 因为锦之下她单纯 善良 信任我 也了解我 我发现 我好像越来越不了解负责义 你没事吧 不是不是 以我的经验 女人不都是猜忌多疑敏感 有口是心非的吗 但锦之下不是 她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具体是什么我还不知道 我也得找机会 偷偷去调查一下 她是永远都不会骗我的 那好吧 如果没意外 你明天就来医院做治疗吧 那我先走了 喂 喂 副总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好 我先来接他 到了 好了 我到了 嗯 你病刚刚好 下来回里休息 好 放心 不知道今晚会不会把零次挤出来 行吧 再来回里休息 哦 好 那你回去小心一点 嗯 拜拜 傅泽医一定有事瞒着我 也许和他的失忆有关 他那么谨慎的一个人 一定会把重要的东西藏在家里 我得去看看 那我走了 他怎么还跟这个渣男在一起 早点休息 谢谢 姐木凡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 我打你电话你又一直不接 所以我就过来看看 哦 低估 嗯 谢谢啊 刚门口那个 是你的威婚夫马是嫌吗 嗯 你为什么还不跟他分手 这好像是我的私事吧 没有必要跟你交单 我只是好心 不想让你被那个人渣给 今天是我生日 咱们聊点开心的吧 学姐 你到底为什么不跟那个人渣分手啊 你如果一定要聊这些的话 我就赶快走 简不烦你这是强闯明宅 我可以告你的 用这种法律吓唬的时候 你倒是很清醒啊 怎么到你自己身上就一点都令不清呢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赶紧走 你是不是还打算继续跟那个人渣结婚 你不是很聪明吗 怎么这个时候那么笨啊 那个人渣肯定说 你别说了 自己是第一次以后再也不会了 对吧 但我告诉你 他有第一次他还有第二次 你别说了 第三次有第一次 你别说了 别说了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不知道你家还有其他人在啊 我们不是故意躲起来偷听的 我们就是不知道该不该出来 要不明天再过吧 艾仙 生日快乐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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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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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你已经满意了 全世界都知道我被出轨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跟马世贤早就已经分手了 刚刚你看到她 是来求复合 但是我拒绝了 我把她这几年来送我的东西 我也都还给她了 她还想抱我 我也拒绝了 对不起 是我理解错了 我看你不像是分手的状态 还那么冷 那你觉得我能怎么办 我除了装作什么事都没有 我还能怎么办 从出生到现在 我做任何事 都是看着别人的颜色 所以我那么拼命拼命地努力 我就是想 把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对 对 从读书开始 我每年拿奖学金 再到进入富士集团 靠着自己的努力 成为首席法务 没有一步出错 我被谈了三年的未婚妇律了 你觉得这句话我要怎么说出口 对不起 我该跟谁说 只要你的心是善良的 对错都是别人的事 别哭了 受不好 爱心 渣男不值得你为他流眼泪 谁说我是为他流泪 那是我最爱的花瓶 渣男不值得你为他流眼泪 一天都不满 一天都不满 初吻这么大的刺激 确实是有这个可能 唤醒第二人格 这次强行抢回来身体 不知道借我会不会 又会把零刺激出来 马上要滞留了 要小心一点 不能轻当静止下 喂 到了没 在干什么 在想你啊 我给你表演一个魔法 现在就开门 哦 惊喜 好 春晚你怎么不来了 你说想我我就来了 怎么你的表情看起来不善想我 没有啊 我突然想喝红酒 我们喝一杯吧 喂 你怎么喜欢大晚上跑别人家里喝酒啊 我又不是跑其他男生家喝酒 你慌什么 别喝酒了 喝水吧 坐一会儿啊 打杯水给你喝 嗯 坐一会儿啊 坐一会儿打杯水给你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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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今天不太方便 对 一把水喝了 喝了送你回去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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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个衣服就行了 负责医今天怎么这么害羞 负责医的行程记录 明天去见墨子熹 墨子熹 你在干吗呢 你在找什么 我手机没电了 时候不早了 我送你出门吧 可是我手机没电了 没事我有手电宝 得想办法留下来 可是天都这么晚了 不如 没事吧 我的脚都扭到了 你别赶我走了 现在就算你要回去 我也不怕就让你回去 这小星天怎么怪怪呢 他到底想干什么 好 轻点 这边吗 你不想我去看看 我会帮他 是什么 那是不没电了 你有没有电梯吗 有没有电梯吗 你不要听秘密 你不要听拍下来 你不要听我们的电梯吗 你有没有电梯好像 你有没有电梯吗 你不要听 你不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走 节目凡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来陪你看会儿电视 那 谢谢 我不用你挂念 我只要你看见 谁都会有个一切 没欺骗 蓝索马逃过了年线 你会觉得只是小姐 正确方式 你会分别 我对你的情话说两遍 也为自己留一丝底线 你也不希望我为感情 抛弃所有尊严 我说出了情话第三遍 是不是你想要的画面 我不装可怜 或许这是我心甘情愿 我不用你挂念 我只要你看见 谁都会有个一切 没欺骗 蓝索马逃过了年线 你会觉得只是小姐 正确方式 你会分别 我对你的情话说两遍 你为自己留一丝底线 你也不希望我为感情 抛弃所有尊严 我说出了情话第三遍 是不是你想要的画面 我不装可怜 或许这是我心甘情愿 刚刚那个女人找你做什么 她说她家水管回来 也要帮她休息 大半夜水管坏了 还穿得这么清凉 你们很熟吗 不熟啊 我跟她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面就了半天 有半天吗 一分钟吧 还算时间 是显见的时间不够长是吧 好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保证 从今往后 我不会跟她有任何接触 离她远远的 好吧 保证有什么用 她就住在你隔壁 低头不见抬头尖 我还是先不走 万一等一下她又这个坏 那个坏怎么办呢 但是我困了呀 你困了你就先睡啊 我等你睡了我再走 我再怎么困 我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回去 那算了呗 你要是 想坐一会儿陪你坐一会儿 我们坐点 什么事情来提提沈吧 我们坐点 不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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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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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两个人可以做什么呢 你要做什么 不如我们做点两个人做的事情吧 两 两个人 来 扑克牌 你会玩什么 我只会做地主 这个我最不会玩了 没事 那你会玩什么 我们就玩那个 那倒不用 你让这电话就好了 好 我玩到地主 可是没输过 咱们就不赌钱了 你要想赌神价也可以啊 你想得美 咱们就赌 真心话当冒险怎么样 没问题 来吧 你又输了 你又输了 有没有搞错 看来你真的不太会玩这个 这个位置风雪不好 我们换位置 换呗 不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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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还没打 怎么知道自己会出 你看这盘那么烂怎么打 嗯 我不看 你先出嘛 万一赢了吗 一个四 一个七 一个八 要不起 五 一个八 十 要不起 六 出吧 嗯 嗯 你看这不就赢了吗 你到底什么排啊 我排这么小都会输 哎呀反正 我看一下 反正不怎么好嘛 收牙球吧 嗯 嗯 机会来了 得想个办法治肝的 那我选大冒险 可以啊 我的大冒险就是 把你的女邻居叫过来跟她说 我是你的女朋友 哎呀 你怎么还记着她呀 怎么 你不想给人家知道你有女朋友 我现在就去 等我 请问你打电话找我有事吗 有事 就是 就是我要告诉你 我有女朋友了 而且我女朋友她 可爱 天真 善良 活泼 懂事 聪明性感 喂 你知道了吧 听到了吧 看在你刚刚打牌放水 又为了我爱骂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个奖励 奖励 嗯 但我现在没有什么想要了 真的 什么都不要 假如 我 我是说假如 我有做了什么对不起你地方的时候啊 也会原谅我吗 我现在送你一张免死金牌 只要你拿着这张牌 无论你做什么错的事情 我都一定会原谅你 我都一定会原谅你 好吧 你现在可以坦白了 你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没有 那 你有没有骗过我 还是不初的年 当你在深夜里睡的香甜 我却一人失眠 承受不尽的梦念 有没有一步相信 这个问题 我们一号再谈论 当我在没有星星的黑夜 打开窗的瞬间 总会想起你的脸 过了明天 我们还能有一号处 出现 习惯了 省着眼睛 等消息到天亮 对于你 其实都不管同样 凭什么 一段关系 就只有单面滚烫 你轻易 就让我自我捆绑 怎样 怎样才能把我管你的一眼 翻篇 还是 忍不住 光面 我 我 我 在身边 你睡的香甜 我却一人失眠 承受不尽的梦念 可能我一不小心 放弃抵抗 就会沦陷 你 你 怎么了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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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再没有想起的黑夜 打开窗的瞬间 总会想起你的脸 不过我再不会期望你的出现 嗯 否则一领压到我头发了